第五届法谷山大悲心雪露法会 于11月25日在法谷山世界佛教教育园区举行洒进仪式 大悲心雪露法会 三天下午三点现场与会大众齐声词诵大悲咒 全山在泛拜的海桥声中 月仲法师引领信众代表 曾经邻请法谷山方丈和善果冬法师 等12位主法法师 并奔为12条动线进行总谈分谈 以至于全山举行洒进与安慰仪式 当羊吃干露水点洒各坛场与园区周围时 不仅进化了环境 同时也在美味信众的心田 洒上了希望与祝福 法谷山园区今天陆续涌进了 从世界各地前往参与法会的信众与义工 直到12月2号宋圣仪式圆满前 信众将在宛若佛国殿堂的庄严坛场中 选择相弃相应的修行法门 透过礼灿拜愿前程祈祷 祈求这份共修的致诚与悲怀 为人心带来安定 为社会创造祥和 在八天七夜的法会期间 法谷山将配合各坛 同步开启网路共修 海内外数万名四众弟子 将超越无限时空 凝聚全球善心愿力 为十方法界众生 祈愿离苦得乐 成就了殊胜的无上菩提 共创造知福幸福的人间净土